完全理解北伯侯为啥喜欢哪吒了 这么可爱的前妻谁能不爱呢 小姐问我你喜欢哪个学生 谁能够回答的 是谁哪吒 你有行事刚刚能说八点了 哪吒是你 吉林古怪 可可爱爱 宋祖儿这才叫从小美得大 小哪吒到乔四妹简直就是等比例放大 难怪在宝莲灯前传里 小哪吒身为天庭第一番顾仔 照样能得到玉帝的无限宠意 这玉帝老儿太狠了 你这个舅舅真不怎么样 这玉帝老儿太不讲理了 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 宋悟空要是也有这么可爱的一张脸 当初大闹天庭的时候 恐怕也不会被压到五指山下了 果然小哪吒还是得让小孩子来演 才更有看点 如果说风神里的五亚凡 演出了哪吒的少年异己 那么宋祖儿就演出了 哪吒的不安世事和正义可爱 虽然当时的宋祖儿只有九岁 但是没想到宋祖儿的演技 惊艳了一众老戏骨 尤其是剧里那段 哪吒自杀谢罪的哭戏 小小年纪的他 在一群大咖演员里 竟然丝毫不怯场 把哪吒的不甘和倔强 都演得淋漓尽致 让不少观众至今都念念不忘 你心中印象最深的小哪吒是哪个 笑死 谁说帅而自知就一定会油腻 蒋安静才是娱乐圈最自恋的男人 人不自恋王少年 你生下来就长得很可爱 生下来就有那个明星的架 其实说真的我也没什么角度 我每个角度都好看 只能说当了明星之后 如果还觉得自己长相不好 是不可能的 就连情闺女都逃不出娇恩静的魔爪 毕竟当年他顶着泡面头 也能够出演50第一美男 因为鼻子太好看 更是被人质疑整容 整天生活在别人爱慕的目光和夸赞里 要想让焦恩静不自恋 那是不可能的 但他跟那些意识到帅气之后 就变油腻的男明星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焦恩静虽然知道自己外形很有优势 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当回事 从来不会因为外貌 起心安理得的获得什么 也不会因为美貌而自恃过高 甚至还总是想眼 能够突破外形限制的角色 在拍戏的时候更是从来不会叫苦叫累 毕竟那个年代拼的就是实力而不是颜值 而且焦恩静的帅不单单是外貌 更多的是有思想 有内涵后沉淀出来的吸引力 豁槽 原来黑白无常才是真正的巨炮脸 难怪他当年哪怕化成鬼 也能看出来是个美女 万妮恩在宝莲灯里演的白无常 应该是最呆萌最不吓人的一版了 即使画的面目惨白 手里还拿着镣铐 但依旧可以看出 这个演员排量调而顺 估计打死你都想不到 但白无常卸了妆 竟然也能演变大美女 在杨贵妃密室里演了那个不尽美丽 却含有自己主张的楚留香 在聊着致意之画皮里 她是可爱霸道的名侠公主 还有大唐女巡案里 能言善变板大心细的唐敏 以及牺牲密室里 让人过目不忘的危机 万妮恩几乎每次出场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虽然脸型不是传说中的鹅蛋脸 但却很有辨识度 不得不说 以前真的有很多既漂亮 又兢兢业业步强戏 甘当绿业的演员 其实在拍摄宝莲灯里的白无常史 万妮恩已经靠着楚留香这个角色 有了一定的名气 但她依旧愿意涂上厚厚的白粉 去扮演一个看不清脸的小鬼 这才是对演戏真正的热爱吧